妳說 我跟妳講 我也碰到一個劈腿 可是他 我們沒有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人生 那妳幹嘛說人家劈腿 不是 因為這是我人生 覺得最羞辱的時刻 妳們沒有在一起 然後妳就覺得很羞辱 這是真的滿羞辱的 真的嗎 因為沒有在一起 因為沒跟你在一起 所以妳覺得很羞辱 超羞辱的 我活了二十幾年 第一次倒追男生 就想說 習慣就好 重視 是這樣嗎 因為他長得很帥 他長得像陳小冬 沒有 他們都一長 對 陳小冬 對 一個競爭 我們都吃得很好 我等一下一定講一個巨星的名字 對啊 這樣長得像陳小冬 真的 他很帥 然後我們第一次見面之後 就覺得感覺很好這樣 然後隔天他就約我出去吃飯 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就一副就是有心事要跟我說 我想說我們才認識一天而已 有必要就是扭扭捏捏嗎 他是水瓶座的男生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就是我其實有女友 我就蛤 有女友還會約我 我心裡這樣想 然後第二句話就說 可是我們昨天分手了 蛤 就你想怎樣 對 想怎樣 對 就想說你想怎樣 勾引你 後來之後的日子 我們每個禮拜都見面 每個禮拜都喝酒玩樂 就很開心這樣 但是就是曖昧 好 因為有一次 我們真的大家都喝很醉 他居然沒有減失我 所以我把他扛回家 你撿吃他 你撿他 因為大老公先不要看 真的不要看 然後我把他撿回家之後 那天早上起來我想說 合理 因為以你就是 什麼樣 扛得動 扛得動 好 那我把他撿回家之後 我就心裡想說 這樣有戲了吧 有戲了吧 結果後來早上起來 我跟他就是四眼相對 然後我就想說 要來了嗎 要來了嗎 他只是親我一下而已 親我臉 親嘴巴 但是他起來之後就說 我要去台中開會了 我說 哈 沒有了 那是所有 沒了 對 他就起床去開會 我就心裡想說 天啊 有肉到你嘴邊 你居然不吃下去 就是真的滿肉的 不是 我不覺得 不是 早上吃太油不好 妳講了 妳講了 對啊 我很敢喔 我那時候覺得很遲如 我那時候沒有那麼理由 對 我那時候很瘦 好 對 然後就想說 他就回去了 他就走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樣我們到底算什麼 妳這樣應該更愛他 更想吃他 對 因為我也是憑著說 我真的觸摸不定 對 水瓶觸摸不定 我想說怎麼可能會這樣 對 他也不是肉欲 對 他也不是 就是非要發生關係 詩平果然是老師 他形容都不一樣 跟我們不一樣 對 不是肉欲 對 不是肉欲 結果後來有一次 他聖誕節那天約我 出去 我就想說 妳是不是要告白或是什麼 因為他直接跟我說 我有話要告訴你 他居然跟我說 我跟我前女友附和 蛤 妳跟妳前女友附和 那所以我們這半年多來 這日子到底是 他就說 就是 因為我前女友就一直在跟某天王 一直勾勾地 所以他也放不下 然後我就想說 OK 所以女友跟某天王 就他前女友跟演藝圈某天王 然後 對耶 然後妳們兩個 妳喜歡的那一個 又像陳小冬 對啊 然後金城武 對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我應該要覺得 沾光了嗎 沒有 沒有這種感覺 可是這半年妳們有幹嘛嗎 就沒有 也沒有 就跟妳說 到他嘴邊 他都沒有吃下去 你知道嗎 其實他還滿紳士的 對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跟他前女友附和 附和就算了 那天跨年 他還問我說 妳要一起來跨年嗎 好把握 有事嗎 好奇怪的 他覺得妳們還可以當朋友 對啊 他把妳當成好妹妹 好朋友 好朋友啦 他很不在意妳 因為他親了妳的水 對啊 會不會把妳當好哥們 親嘴的哥們 他怎麼好意思約妳 而且他那時候 我們在曖昧的時候 他還就是把我帶去 介紹給他朋友認識 我那時候還心裡想說 這樣應該有送吧 喜歡當備胎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什麼意思 對 那就很奇怪 所以妳也是其中一個哥們 他介紹要怎麼會是這樣 或是勾肩大腿 他有親他嘴 他會 其實我們那半年 他都會牽我手 牽我手 牽手就很奇怪 牽手很重要 然後他 我喝醉什麼的 他一定是護在我前面 那就太曖昧 自己有問題 誰會在哥們這樣 他有問題 但他 對 好吧 我這麼多哥們 沒一個對我這樣過 那就是有鬼嗎 他就是非常 妳都跟我遇到一樣 對 我們同路人 剃腿 保利 不要是同一個 但是這個金牛 但是這個金牛 他不是保利 他就是很自私 然後他對錢 就是非常斤斤計較 然後這個男生是 小我三歲 就是姐弟烈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談姐弟烈 對 然後沒想到 因為我以為 他年紀很小 可是他 那時候的收入已經年收百萬 就是科技新貴 對 然後那時候是 因為我已經在當記者的時候認識他 採訪認識的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 含金量的感覺 在他身上 他就會有一種 發光感 發光體 對 發光感 然後在一起之後 其實我們才在一起很短的時間 但在一起這一個月裡面 發生很多事情 比如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一起之後 就馬上碰到我生日 然後我就暗示他說 我想要一個綠色盒子的禮物 然後他就說 綠色盒子的禮物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 雖然我就是賺得比你多 但是我這個人非常實際 我沒有在用名牌的 那我就想說 好吧 我還被他念說我很 就是很虛榮 虛榮 對 他就說我很虛榮這樣 我想說好吧 他沒有答應我 結果有一次他去美國出差 去 一去就去一個禮拜 他回來的時候就說 Baby 我有帶你的禮物 開不開心 就當作你的生日禮物 我就心裡想說 美國買綠色盒子 其實比較便宜 你知道 巨蟹很多內心小巨場 就覺得應該有了吧 拿出來就這樣 是一個N開頭的綠色包包 Tiffany綠的包包 然後是那種大的那種傻眼 結果後來我們就出去吃飯 出去吃飯 他說今天太陽好大 他就拿起了他的墨鏡一袋 我看了一下 新墨鏡 他說對 也是在同一個美國奧戀買的 是什麼 是Prada的墨鏡 OK 所以他買那位子的包包 給我當生日禮物 但是他給自己戴了 很好 Prada的墨鏡 他還有一個很自私的地方 就是 因為其實我對貓過敏 然後他家有一隻貓 我剛剛不是說 他很常去美國出差嗎 他出差的時候 他就會求我去他家 幫他的貓親貓紗 我去他家的時候 我都要戴兩層口罩 然後進去 然後親貓紗 然後一出來我的身上 然後我的全身 全部都是疹子 而且我是那種 會嚴重到呼吸急促 過敏 嚴重 即使這樣 我都說我每次去你家 幫你親貓紗 我都會過敏 可不可以不要找我去 他就會說 可是你是我們的貓的媽咪 所以你要跟他培養感情 你要還是要每天都要去親 我就覺得這冠冕堂華厚 實在是拒絕不了他 可是我真的很不舒服 沒辦法 對啊 你看他們 好 好 對 我